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词 高 高在哪儿 颜值高 身高很高 一米脚 我觉得这个高其实不一定是身高 很有可能是水平高 到底有多高呢 那来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高的求职者登场 张震军 23岁 真的好高啊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市场营销专业 大家好 我叫张震军 然后今年23周岁来自辽宁安山 然后学历是大专 专业是市场营销 然后今天来呢是想求得一份 和时尚相关的一份工作 谢谢 好 欢迎你 震军 把报名表交给我 好 请您 你先告诉我你身高多高 两米零五 小叶你多高 我一米七五 颜叔多高 两米零五 跟他一样吗 一样高 好 你不是职业运动员对不对 对 我看他这胳膊 应该不像是职业运动员的胳膊 稍微的显得有点 纤细 纤细 对 他这关键我看他体重是72公斤 也比较 我老数是110公斤 你说职业运动员是吧 前国手 这肯定的 大卫老师 我透露一个 你知道吗 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看他飘进来 我仿佛他踩着高蹺 你知道吧 我真的是定定神神地看了一下 他脚上穿着高蹺吗 其实我也有这感觉 就是你看一下我的腿 是不是真的是吗 对 我一直觉得是 你腿那个比例来讲 你腿太长了 让我们看一眼 可以 没问题 我一娘了 太起了 我知道了 你的膝盖 已经到大腿根了 你父母个子高吗 我爸1米75吧 然后我妈1米65吧 就是不挺正常的 是隔代遗传吗 就爷爷 我们家没有矮人 但是就是我可能 有点特别吧 体育锻炼 参与的多吗 因为大家看到你这身高 首先想篮球 排球 对 你打吗 不打 你在学校期间的体育锻炼 成绩怎么样 成绩不好 你这身高生活当中 有没有困扰 没有 有的人会有一些眼光吧 就像看 看怪物一样的眼光 就你走在身边 他可能就会 莫名地笑 可能一开始我可能认为 是一种嘲笑吧 反正我不能理解 那对于你工作上来讲 会不会给你加分或者减分啊 就是有的时候找工作的话 不是很好找吧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 面试了一个服装销售吧 因为我觉得他说 就是说可能你会给客人 有一定的压力吧 然后我没觉得我会给他什么压力 就可能就因为这点就拒绝我了 请教一下阔老师和春雨老师啊 我们会因为个人的一些先天条件 比如说个子 体重 会在工作当中 会额外的遭受到一些 这个隐形的门槛吗 就是在法律的层面是不允许的 但实际上在工作当中 有的时候的确会考虑到 就事实的情况是这样 春雨老师 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操作层面上 可能有一些身体条件 在从事特定工种中 会有一些困难 比如说我原来是学这个植物分类的 我们出野外的时候 一般来说 男性就比女性方便 第二个层面就是 稀缺层面 其实就像他高 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就是因为普通人 都是一米七 一米八左右 或者是一米六左右 所以自然而然的物以稀为贵 我们就会对他有一些区别对待 这个并不是说歧视 就是区别对待 就是不一样 就是有一些隐形的一些障碍和门卡 对 刚才说的是因为身高的这个先天因素 失去了一些东西 那有没有因为这个得到一些加分项 比别人偏得的东西 有一些电视剧吧 就可能有一些广告之类的 需要这种特性演员可能会找到 拍过吗 拍过 但是现在还都没播出来的 什么角色呢 妖魔鬼怪啊 就比较高大啊 比较 比较 反派啊 还有一些外星人啊之类的 诶 郑琳 其实李翰 您自己也做过人事 做了三年左右的这个人事 为什么你的薪水只有四千块钱呢 因为我们那边普遍薪资 是在哪里 沈阳 在沈阳 对 沈阳 你能告诉我你这个企业的话有多大吗 多少人 五十 那你们有几位人事 我自己 那你的话 为什么不去考虑跟人事相关的工作 反而的话会去选择这种 自由的演员呢 给的薪水有的时候 跟我那种就是像人事的话 他一天可能就会赶上他一个月了 你觉得未来你是做职业演员呢 还是说你还会去回来 和我们在职场中一样 我想来职场 然后但我不知道 有没有职场能接纳我呀 对吧 你觉得你的问题在哪里呢 为什么别人不接纳你 我没觉得我哪有问题 他们觉得可能没有适合我的吧 你在盈利支援这个模块上 你在哪块是比较强的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案例出来 我当时的工作主要的就是说招人 招聘什么级别的 主播 这算基层吗 这个要问你啊 是不是基层这是你 是啊 因为我觉得您更专业吗 您不是人力资源吗 就请教您一下 你不是也干过人力资源吗 但他不是更专业吗 找工作的是你 所以你敢是专业 你不能你跟我比啊 那个对咱俩比没有意义啊 如果今天有人事的工作 你还考不考虑 不考虑 为什么 薪资 就是不会达到我想要的吧 你想要一万二 对啊 如果我就给你开一万二 他们都没得我给你开一万二 你敢拿吗 我为啥不敢呢 好 那你告诉我 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你既然选择给我一万二 那你是看中我哪价值的 你要是没看到我价值 你就给我一万二 你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有问题吧 这个问题要反过来 当你要求别人给你一万二的时候 你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对 因为你在应替 如果你是作为严厉支援的人 你这种回答的话是非常不专业的 我专业也学的不是严厉支援 稍等我想问一下贾君为什么灭灯了 在整个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不喜欢他太多 就从头到尾的态度 就是没所谓的的状态 我感觉 这是一个舞台 这是你认认真真来求一份 你的职场的工作 那你觉得我是什么状态 就很无所谓的状态是吗 是的 至少我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那我不解释 不 那个郑君其实我真的 建议你解释一下 因为否则的话大家可能是误会 因为这样是对于你今天的求职 其实是不利的 那你先说你是不是真的无所谓 没有啊 我不无所谓 对 那就是现在贾总对你有这个误会 那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我要做一下这个态度的解释是吗 就你觉得如果没有必要 我们就过 对 你认为有必要解释吗 那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这样 总觉得哪听起来不对 对 就不太对 真就是这样 我之所以刚才问你这个问题 我说你是不是真的无所谓 你说不是 然后我说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当你解释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你对求职是认真的 你想表现出来你在乎 这个会被你以后加分的 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您说明白了 因为可能我性格可能就是说 我平时把自己累得很高吧 可能就会怕别人攻击我这种感觉吧 所以我可能就是防备心很高 你解释一下把自己累得很高是什么意思 就是平时大家可能就是 用那种眼光看你吧 然后我就可能不是很舒服 然后我就把自己装得很 很不在乎的感觉 然后你们愿意怎么看怎么看 我也不在乎的这种感觉 那你在内心当中 你到底是在乎还是不在乎 如果说完全不在乎肯定是假的 对 说其实咱们以我这么聊的话 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感觉就对了 对 就当你把这个事情说明白 对 其实你刚才那个解释 我反而就接纳了 是因为用你的不在义来回答 默默地给别人说我不在义 你不要去影响到我 我反而觉得长期带给你的 你可能在很多场景下 就把这样的惯性带来了 你的任很多的你的职场 你的生活的很多场景当中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 把这个话问出来 就我使劲问你这个问题 是我想跟大家说 不光是对于他来说 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他的外形跟我们一般人 不太一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经意地玩笑 可能我们甚至认为 很友善的东西 是会给他们压力的 这个压力有些人化解得好 他可能觉得无所谓 但是其实更多的人 其实是不舒服的 这个不舒服他也没有办法 就会变成我们看到的很多 其实看起来好像不在乎 但这个不在乎 不是他心里面真正的自洽 更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尊重 和态度上的无差别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来 回到说你找工作这个事 你找时尚行业相关的工作 时尚行业相关的什么工作 就跟沾边就行 又挺模糊是吧 你所谓的沾边有没有具体的岗位名称 模特 设计师 可能因为我也不是专业学这个的 我肯定知道 不可能直接上去做设计是吧 我可以先从设计助理啊 你认为的设计助理是干什么的 设计为设计师帮忙打打下手 那你知道设计助理是一般要 什么样的这个背景才能够去当设计助理吗 这也没了解过 一方面来说 很多都是这个相关的学生 然后就是这个专业毕业的人 他们是从设计助理开始干的 另外还有一些做实操的 可能常他开始的时候 在工厂里面去做服装制作 然后他有很好的制作经验 然后包括他能打板 他有这个手一会儿 他再往去去转设计助理 那你做过服装啊 香包啊 这种相关的时尚的东西 没有 没有 那如果在这个岗位上考察你 我们怎么来看你的能力呢 现场可以就是简单地 弄一个搭配之类的 现场什么搭配之类的 服装搭配可能就是用一些 跟服装没有关系的东西 做一个设计吧 有人愿意吗 就是企业家 要是没有的话就给我自己设计 我特别愿意 特别愿意啊 你都愿意 好 来 我们掌声欢迎李璇 为了你的这个展示 准备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 一个袋子 然后还有一个 紫盒 脆生生的纸盒 对 红色的床单 丝巾吧 丝巾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工具 给他做个简单的搭配 我感觉他不像是时尚搭配 他有点像大便活人 看一下 看一下 稍等 现场随机想的 没有任何风格 就随心所欲的来 我希望你那个别后悔上台 放心 我肯定不会后悔 群姐的发型 结婚的时候 献起你的盖头来的感觉 这算 晓月姐 这算波西米亚风吗 可以 动手能力还真的是挺强的 这个 这个包给你拿着 行吧 然后我的道具可能就 这个头巾吧 然后和这个包 行 我走一个 这感觉挺好 来 把掌声送给李荃 我们先请教一下求职者 您刚才这个设计是 基于什么考虑 是个什么风啊 什么主题啊 没什么主题 就是我觉得你喜欢穿什么 你就穿什么 你觉得是好看的 你就穿呗 为什么这样设计 让它会更好看 它挺瘦的嘛 然后给它裹得很紧 就是凸显它的身材 很曼妙 对吧 而且它很白 然后那个红色 颜色 衬得它更白了 必须承认它还是很敢想的 就是我觉得太随意了 我还是觉得 就是 怎么个太随意了 所谓设计 其实要有灵魂在 我是坚持认为 嗯 对 你想表达什么 我可以说 我表达不够好 不够准确 但是我至少有 我想表达的东西 对 这点我觉得你 就是很遗憾 你没有说出来 你没有 对 这点我觉得很遗憾 好 来 把掌声送给李群 谢谢 我作为设计出身的人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你刚刚说 这个设计 我觉得它可能是 能够作为你个人的表达 和创作 但它不是设计 设计设计是先有一个目标 然后制定计划 然后去完成它 这个是我们所有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内核 那你刚才说你在做之前 你脑子里是没有这件事的 你只是随意地去创作 那么这件事它不是设计 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艺术的装置 然后我是一个艺术的表达 艺术就是你要表达你的内心 我们看到了呢 就是由你表达的这个形式 然后但是我没有看到内容 我是能理解说你很喜欢时尚 喜欢美的东西 这个喜爱之行 我们是支持的 小叶说得太客气了 咱们能不能直话直说 好吧 你再胡闹 你觉得我在胡闹是吗 当然了 你就拿几块布 往人身上一裹 然后你就说这个是设计 而且当别人问你说 你有什么想法和理念的时候 我没有 咱不是说它不是设计吗 这不刚刚说完不是吗 你不是做时尚相关的吗 对啊 还有一点 你要拿这个东西换钱的 你让我打几块布 往他身上一裹 让我给你发公司 我脑子进水了 我觉得你很躁动啊 你就是你没必要吧 我觉得他对我的是一个偏见 因为我觉得他并没有完全了解我 然后我并不带回他的想法 因为我当时就是在想创作 有专业的人 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潜力吧 不要让赵小夜 发现你身上的专业 你要呈现你的专业 好吧 我呈现的 刚才就是我呈现出来的 如果你觉得不专业 OK 那我就不专业啊 你表现的不就是你的专业度吗 我们按照你的专业度 给你付薪水吗 你觉得我不专业 但我觉得我很短的时间内 我做的这样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什么准备都没有做 但是你要求一份时尚相关的工作 并且期望薪资一万二 你来到这个平台上 靠什么来求这份工作和这份薪水 靠原分 靠什么 靠原分 是 郑军我觉得你的脾气大于了你的才华 你觉得我有脾气吗 你是来干什么来的 求职 对呀 你每个月你要给公司招人 有几个你是通过缘分招进来的呀 什么样的场合 我们应该讲什么样的话 尤其是你做过人事的 你今天的面试是不职业的 你承认吗 嗯我承认 对 我今天就是用情绪来对抗 最后大家都红灯 这个是我不想看到的 今天你拿到机会回去 你是牛的 好吧 好的 谢谢 好了我问一个问题哈 你没干过时尚行业相关的工作 为什么要来找相关的工作 第二 希望每月一万两千元的薪酬 您是怎么得来的 嗯我为什么选择 因为是我比较喜欢 嗯 我想就是刚才说的 我想要去做 我喜欢 然后第二是这个 希望薪酬写这么多 以后达到这些也可以 但前期就是说 给我一个岗位 一个机会 然后可能前期的薪酬 没有这么高 我是能接受的 如果今天在座老板 给你一个职业的机会 但是因为你刚才的各种能力 你并没有达标 嗯 薪资两千元 你去不去 具体工作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学徒模式 就是每天都要在那吗 因为你什么都不懂 你需要去学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你去不去 可以去学徒 但是我觉得 我不能每天都在那 如果我有时间 我可以去帮忙去 不要探条件 你现在没有机会探条件 不是 稍等 因为你说的就是那个 你能不能接受 这个我跟您解释一下 我们提供的是 全职的劳动合同 你是要每天去上班的 你理解成了就是 兼职 你不拍戏 不干别的 才有时间去 不可以 考虑一下吧 考虑一下 如果你想赚钱 就拿出赚钱的本领来 想学东西热爱 就拿出热爱的态度 你不能既热爱 又想赚钱 这个世界上 没有这么好的事 对 我其实这个话 跟小叶说的 对 因为我觉得小叶 有可能会给她个机会 如果你反过来 还是说我热爱这个 你要为我买单 这个道理行不通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这位选手的画 他画了一双眼睛 画这样眼睛的选手 第一个 他观察力非常的强 并且好学 第二个呢 他的眼睛可以洞察很多东西 再仔细地看 他还说了一句话 重要的东西 眼睛是看不到的 要用心去看 这位选手 这位选手 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来呢 是因为 他的潜意识 他的内心 曾经受到过挫折和伤害 所以我看了这幅画 我提醒这位选手啊 过去的事情 真的就过去了 用你智慧的眼睛 去观察身边的所有 用你智慧的眼睛 去创造一些未来的职场 未来的生活 接下来有请二位 根据张振军 今天的面试表现 最终确认二位的选择 有请 很遗憾 小伙子 你的面试 结束了 曾经我想最后跟你说一下 就是坦白说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看到你的喜欢 都不能说热爱 但是没有看到你 跟时尚方面的潜质 所以你以现在的情况 我不太建议你 直接就扎进去 找一个时尚行业的 相关工作来做 你还是最好 以你过去的 不管是人事 还是相关的经验 你找一个 踏踏实实的工作来做 然后用你的业余时间去学习 如果你想学习 可以来找我 我会给你提供机会 可能我有一些偏心 对于这个身高的男孩子来说 社会跟你办事是不一样的 它的机会也是不一样的 我还是挺希望能够帮帮你 如果你真喜欢 接下来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 看看真正的时尚行业 怎么在运作 你可以接触他们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能会有机会 谢谢 谢谢 你知道吗 我看到你是辽宁的 然后看到你做过人事 拿事钱和钱 其实那一刻我就在想 如果你今天发挥稳定的话 我跟小叶有同样的感觉 其实我都想带你走 但是的话 你的沟通成本太高了 如果想走入职场 期待你更加的职业化 谢谢 谢谢 好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祝你今后生活工作愉快 谢谢 谢谢 其实我私底下真的不是这样 在台上可能 我觉得太端着了吧 给老板的感觉 可能态度不是很端正 可能没 调整好状态吧 上微博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 我的实习 不是为了实习而实习 我是有目的地去实习 不是为了做而做 你这个孩子 就是个人间清醒 鼓励像晶晶这样的实习模式 今天我非他莫属了 不让你上了 对 特别生气 也特别不理解 就因为我是老大 所以我又应该被牺牲了 女生是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抬头 微笑 老领班 在这儿也会遇到新问题 来 我们来看 下一组关键词 不务正业 不断尝试 不须此行 盈盈 你试着懂一下 我觉得应该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吧 一定是95后了 太酷了 我们看一下 求职者是不是真的和你一样 是95后 来 我们掌声欢迎 颜晶晶 22岁 山西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本科学历 我叫颜晶晶 然后是山西大学旅游管理 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 今天呢我的求职岗位是总裁助理 然后我也希望在场的各位企业家和专家们 能给我即将开启的职业生涯 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和经验 谢谢 欢迎你 00后的姑娘 嗯 说说你都不误哪些正业 因为我本科是学旅游管理的嘛 疫情的原因我大一下学期是没有返校的 在家的话是有网课嘛 所以我就会选择进行一些兼职 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我首先是先有过一段泡芙店的实习兼职经验吧 但是因为回家比较晚 家里是比较担心 所以我之后就没有干了 然后我第二份的兼职呢 是在一家西点店傍晚高峰期的时候 做一些客人的疏导啊 还有一些收银的辅助工作 此外呢我还有一份兼职 是在某连锁的咖啡店兼职 然后这就是我认为的不务正业 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不务正业 只是说你和你大学学的专业相比 你很多的一些实习经验 跟那个不是一回事 对 晶晶我想请教一下 总裁助理是做什么的呀 在我看来啊 总裁助理的任务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可能要 你要确认总裁的一些行程 帮助他梳理一些工作上的流程 然后你要跟他对接好 然后呢还要负责跟公司里 其他的部门一些沟通工作 那第二个呢你就是要了解公司的业务 你要知道公司现在在干什么 然后呢未来的布局是怎么样的 今天的话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适合于做他们其中的谁的助理 这个的话 这是在给我挖壳 我只能描述一下我理想的助理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老板是要懂得 识人的 然后他是要懂得任人为闲的 是要懂得培养下属的 然后其次我觉得工作 环境工作氛围要让你开心 在开心中工作 那就是这么说 今天如果企业家们不争先恐后地 请你当助理 他们既不识人 也不会带人 都不能培养你 我先把这个争先恐后 先放在第一个 今天我非他莫属了 有点武断了吧 上来还没表现 还没展示了 不需要 因为我有我的想法 我的理由 就是你们选人的标准是什么 他有一个实习经验 经历的地方 跟我们是符合的 您是平潭人吗 不是 我的祖籍是福州福青 但是我是在三名出身长大 我们国际集团是做这个房地产开发的 但是我们在福建省平潭岛 我们是有一个辐射面积大概2000亩地的 这样一个文旅地产的开发项目 因为我看到你有这个平潭军山片区 管理局的这个实习经验 平潭你应该是有感情的 我也希望有这样一个人 愿意跟我一起把平潭岛 这个城市的宣传做出来 除了这个老乡以外 你必须要告诉我们他职场的能力 否则我真的会建议他 他现在还没有职场能力 他今年六月份才大学毕业 他所有的工作经验上都是实习 我们愿意去培养他 但是刘诗宇问这个问题 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来大家看他的这个经历 经发处实习生 会务助理 商务实习生 市场部实习生 实习经历很丰富 你的第二个关键词又叫 不断尝试 那我接下来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你逐一回答 这四份实习经历促使你离开的 或者你认为你最不满意的点是啥 好 来 先说第一个 当时家里人给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我能够回老家考一个工 或者是当一个老师就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就是要多出来尝试一下 所以当时大三的时候我就报名了我们就是我生源地这里的这样一个暑期的政府实习工作 我实习结束的原因就是因为暑期结束了 我要回学校上课了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 可以改进的吗 氛围吧 整体的氛围 因为在工作环境中大家还是比较传统的 比较正式的那种吧 你觉得他们的气氛和你的年龄和你的这个性格比 你不太好融入进去 对 如果有机会你正式入职你会试着去改变吗 不会 为什么 我不会想着说去改变任何东西 你只要看你自己能不能去适应它 你只能改变自己 不会妄图试图去改变环境 好 第二个 在某国企实习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和人沟通会比较的繁琐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的工作的话 其实因为是实习生嘛 可能就会比较零散一点 那我做的可能就是像把我们公司的一些要求 或者是一些需求 跟我们所谓的广告公司去对接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就觉得说自己可能比较像是 传声筒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吧 传声筒怎么了 可能我刚开始实习 我很容易走行 就是你可能传送的内容会有略微的偏差 刚实习嘛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 就是你猜不透对方想表达什么含义 对 但有的时候说的 具体一点还好 就没有那么具体的时候 我很容易走行 你会问吗 那个时候的我不太会问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我前20年的学生思维吧 就是我是属于 我自己不会的问题 我会自己通过一些网络 或者是其他一些办法去解决 我可能不会说 当面再去跟你确认说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没有养成这种开口问的习惯吧 通过这段实习 我长进了 我知道人跟人之间的沟通顺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来 我们就在这儿 考察一下严晶晶的职场情商 看我身后的大屏幕 你住的地方离公司很近 领导和同事常常借此为由 让你去公司加班 你会怎么办 我是会先从我自己的感受先出发 我能感受到他们是真的是 有紧急的任务 可能说需要我去加班什么 那我这完全OK的 完全没问题 但是假设说 我感觉到是有一些 其实不是那么紧急 但是你希望我加班 再去加班的这种行为 我可能就不太会接受 那我一开始可能会 以一些比较委婉的理由说 我可能不太方便 我可能会婉拒 但是如果是正当的 并且是紧急 确实重要的事情 我是会接受的 好 柯妍妍同学 请你回答一下 你会怎么办 我会委婉地拒绝 因为我不加班 不管是不是紧急的 都会委婉地拒绝 题目是 借此由让我去加班 如果是紧急的事情 是她的任务 她可以自己去做 而不一定让我去 严晶晶 如果这是你的下属 她经常以这样的方式 拒绝加班 你会雇佣她吗 首先这个就不存在 我是一个老板 我不会让我的员工 无故加班的 就这么简单 二位人力专家 请分别点评一下 颜晶晶和孔盈盈 晶晶的回答 要比盈盈好 因为她其实分析了 具体情况 故意地叫我去加班 还是事出有因 她会把这个情况 分析出来 然后有应对办法 那盈盈呢就是 我觉得比较 霎爽 直接拒绝了 但是这后面可能 会产生一些冲突 这是她未来可能 解决不了 或者是想不到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晶晶回答还是比较好 职场情商课考完了 回答的挺好 来 接着给我说 你第三份 是在互联网公司 私企做销售 对的 广告销售 因为从来算是没有 正式接触过 销售类的岗位的工作 当时在那家企业的时候 为了谈成一个客户 因为我是在上海实习的 所以我从上海市区 我住在长宁区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坐公交 到了崇明岛 谈下了一个餐饮类的客户 之后又登登登 晚安八九点 又坐了公交 两个小时又回到我住的地方 那我觉得销售 可以给我带来 蛮大的成就感的 那你为什么离职呢 因为它是做 本地生活服务的 因为还在初期嘛 你花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你才能看见它的成效 那我觉得这个公司 确实规模也比较小 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担心的 来我们说说第四家企 外企 进这家外企的初衷 就是因为 可能大家都觉得说 外企很光鲜很体面很好 所以我也想 我有一个机会 所以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那这家是一家 做安抚奶嘴和奶瓶的 一家外资企业吧 当时我的实习岗位 是市场部的实习生 那主要具体的工作内容 就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一块 负责和一些博主进行对接这样的 这个实习工作 还是没有转阵机会的 没有高级给我的 我就是觉得 还是为毕业之后的正式工作 去准备吧 这四段经历说完了之后 你们对于这样一个想做总助的应届生 有了一个了解 四段经历 两个月 两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 我们要聊一聊 现在大学生当中存在的这种打卡式 实习 我们推荐不推荐 我特别鼓励像晶晶这样的实习模式 为啥 22岁 你的整个的未来职业方向还没有定型 这个时候多去尝试 找准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 岗位和行业特别重要 多试错 没错 谢谢 我同意潮汐先生 您所讲的是说 你鼓励年轻人去尝试 但是我想尝试之后 在这个里面 你是不是有真正的去投入 在里面是不是达到了我当时的预期 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我们的经历多了 就是经验多了 但实际上 我们在职场当中 我们要看 这段经历你究竟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 否则的话 你只是一个极油式的实习的经验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并不能跟你去做加分 就是我觉得我的实习 不是为了实习而实习 我是有目的地去实习 不是为了做而做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 在我大四毕业之后 能获得一份稳定 然后能长期干下去的工作 所以我才去找这些实习 并且我应该可以算是 在大学生当中实习 算是比较 就是性之类 已经算是很广泛的了 所以我并不赞同您的观点 优秀 说得好 首先我强烈支持他做这个选择 为什么呢 而且我看到他做这个选择 背后一个逻辑 他在四种不同的机构里面去工作 政府 国企 私企 外企 其实我们在大学期间 我们会学到很多知识 但是我们很难感同身受地去体会 各种不同组织下的这种工作状态 和工作节奏 所以他在未来很容易去做选择 这个我特别推荐 就是他的这种计划性的 在不同的组织中去体验 我还有一点想要总结一下一下 华老师 你可以看 我这四份实习经历 其实是有联系的 那第一份 其实是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的 那我可能我能认知到的 就是说像公务员这样 比较体面的工作 那第二份的话 是跟我本专业相关的 因为我们有一门是会展课程 就是在我们的学校有上的 那后两份 其实你发现 不管是销售还是市场部 都是一些和人沟通打交道的工作 去锻炼自己的情商这样的 这个孩子就是个人间清醒 我说一个南北方都能听懂的 人这闺蜜心里她有谱 是的 晶晶我是觉得 一定要给你点赞 这里收获了很多 你对职场岗位的思考 所以我会带一个问题 你这些四份职业选择 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思考后 你愿意回来做总助 我总结出来今天就是我认为 要么选对行业 要么跟对人 那么行业的话 你不可能 所有的行业你都试过 那我 所以我选择就是 我希望能跟对一个好师傅 跟对一个好领导 对于这样一个想做总助的应届生 我们要在现场出道题考你 邝老师 来 这样吧 国语集团在非你莫属 招募了很多的选手 你是老董的助理 现在大卫老师要去做访谈 这个事情由你来做接待 你怎么做 作为您的总助 国语集团的总助 总总我想问一下就是 像咱们之前 非你莫属节目的大卫老师 要来咱们公司访谈一下 那我看的话是 咱们这周周四的话 您下午失控的 安排出两个小时 然后我让大卫老师 到公司和咱们接洽 您看可以吗 时间冲突了 可是我看了咱们公司 上周给您安排的行程 周四下失控的呀 我有临时的事情 这样你替我接待大卫老师怎么样 可以 但是可能 他有一些要采访的工作 需要您出镜 那这个我可能 就代替不了您 这样的话您看行不行 如果他说 有出镜的需求的话 我给您安排一个 线上的通讯工具 然后到时候您跟大卫老师 远程沟通一下 然后呢就出个镜 录个脸 然后剩下的问题 然后就我来解决 我的时间可以 好好 然后我就 然后打电话 喂 大卫老师 你这周周四 下午是有空的吗 很不巧 我还真就没空 周四下午 那大概这周 什么时候您会有空 好像这周都选 非常抱歉 代表我们节目组 也向您 并通过您 向董总致歉 大卫老师 不要这么官方嘛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 因为你的身份 就代表了国狱 我跟你官方 是很正常的 我和你没有任何私人的关系 那 您看假设说 您在周三 或者是周四晚上晚饭的时间 可以空出来一个小时给我吗 就是我请您吃个饭 然后这期间 我们顺便的话 就把这个访谈的任务 给完成 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记得出来吗 如果你愿意来 我们节目录制现场找我的话 我可以请你吃口饭 但是我要是去您那儿的话 抱歉 我不能够离开我的工作岗位 您的工作时长 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项目的话 它是从早到晚 都有吗 就是这一周啊 都是全满的吗 应该中间是有休息的空档的吧 首先 我并不知道这件事 国狱集团 是跟我们天津卫视 非你莫属节目组的 哪一位老师 对接和沟通的 我是刚刚得知这个事 我需要确认一下 这件事情的具体安排 包括它的急切程度 我才能跟您确定 这次节目的访谈 就这样 我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 有什么事情 咱们再联系 好吗 好 我觉得到时候就可以了吧 很好很好很好 我觉得其实前一段 我还是很满意的 然后进行了各种 她那个年龄 能够想到的各种尝试 她为了把这件事落地 但是她的确 她在她的这个经验里面 知识里面 她不知道就是主持人的时间 是不跟主持人自己去定的 而且这件事呢 是作为非你莫属节目 一个后续拍摄 其实你是要跟编导 先拿到了这个大卫老师的时间 再去找你老板的 我觉得这里面 唯一值得你说 未来再去增加经验的就是 其实你是可以 不要用一个时间的 你不要拿一个时间去问 不管是问你老板 还是问你外面的合作伙伴 其实你是应该 您有哪些时段我可以选 你两边都是若干时段 你就容易碰出来了 我觉得刚才这段的话 是超出我的想象 我觉得特别棒 其实虽然是说 她可能对于整个的流程 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是她反而的话 她会用一个 拉近关系的这个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当大卫老师说 我们还是攻对攻的时候 其实她可以把语气 马上拉回来 她回到那个状态 我觉得这一点 我是为你点赞的 超出了她这个年纪的愿力 所以你的薪水 可以在他们原来的那个上面 刘诗宇可以多加一千块钱了 那我想问一下 除了这个总裁助理之外 别的岗位你会接受吗 在我思考 我觉得适合我 我是会考虑的 来吧 还有十盏灯 有请各位确认你们的选择 哇 祝克你只灭了三盏灯 进入面试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七位老总帮我亮灯的时候 还是很惊喜很意外 很开心的 你就是对我的一种认可 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 是旅游顾问助理 北京五千家 因为你是学旅游专业的 对于你的专业 我希望你不要放弃 刘诗宇 市场宣传主管 工资底薪是六千 包吃住 工作地点福建平潭 推广平潭岛 他的旅游 你的本专业 把旅游管理做起来 国语集团呢 在上海 四月份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分部 所以呢 上海需要一个总助 给你的工资八千加 我们翠生生呢 是一个新进的 年轻人非常喜欢的食品品牌 这次我们给出的职位呢 是市场部的助理 薪酬呢 是六千家 工作地点在天津 晶晶 您好啊 您好 虽然我今天没有跟你互动 但是从整个全场你的沟通 我还是蛮喜欢的 那我们纯是线上的一个 销售的网络公司 那我给你总经理助理的一个岗位 地点是河南郑州 好 晶晶 晶晶我从头到尾都在默默地喜欢的 我喜欢你的那股聪明的劲儿 东方艺是一个二十五年的品牌 这个队里边 基本上是以海归和我们的年轻的 这个00后和90后的孩子为主 希望你加入进来 工作地点在北京 岗位就是董事长助理 好 来 王淑琪 你好 晶晶 眼神科技呢 是一家从事多模态生物识别技术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我给你的岗位呢 是市场助理 因为我看到你也有市场方面的 这个实习经验 它是有提成的 会根据你拓展的这个线索量 会相关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底薪 然后呢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来 根据你的考虑 请灭掉五盏灯 五盏灯 对 好 先灭掉了一个姐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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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对不起 两个欧洲 谢谢 好 继续来加快速度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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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任何 对不起 好 求识者回到舞台上 有请董文正和贾军走上竞产台 你是因为工资待遇的问题 还是因为工作地点的问题 还是因为什么问题拒绝了我呢 一个是薪资 然后还有一个是工作地点 我暂时觉得我在北京上海的上层空间会比较大 然后其次是我的工作目的我觉得很清楚很明了 那薪资绝对是很首当其冲的一个考虑的要素 先从贾军开始 晶晶我刚才表达了我喜欢聪明的男人 你就是我二十多年前的样子 所以我给到了也破格的薪水 所以我给到你的岗位呢是我的助理 欢迎李嘉如东翻译 我想问贾总您觉得在你们工作当中 什么特质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会思考 嗯 好 有目标 好 明白 好这边 国益集团给你的不单是岗位薪酬 给你的还有成长空间 你有市场的能力 咱们上海公司上海分部正好是新社 你的学习和成长的空间和平台是比较大的 您觉得在未来工作当中 一个人他能够进步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国益一直培养人才的一个基准就是第一 可塑性 嗯 第二要有超强的学习力和执行力 好 好 来吧 盐晶晶在东方爱英和国益集团之间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计时开始 好 盐晶晶你最后的选择是 哦 我的选择是东方爱英 祝贺贾军感谢董文正 来求职者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祝贺颜晶晶求职成功 谢谢 再见 谢谢 董总跟贾总他们俩做的都是教育方面的业务 那我个人会对就是第一幼儿的教育会更感兴趣一点 从个人兴趣角度出发吧 嗯 所以我最后选择了贾总 嗯 好 我们来看下一位的关键词 不甘心 不怕苦 然后是不放弃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是一个主动性比较强 不怕苦又不放弃的求职者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宋欢欢 33岁 高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宋欢欢 今年33岁 来自天津 今天来到这里想求职一份 培训经理的工作 可以是产品培训 也可以是内容培训 希望各位老板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谢谢 好 欢迎您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您不是天津人 是吧 我不是天津人 但是现在在天津生活 对 老家是哪儿的 老家是内蒙的 家里有三个孩子 我是姐姐 从小就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 然后到十三四的时候 才回到父母身边 不熟着爸妈 怎么去爷爷奶奶了呢 农村来讲有点中男轻女嘛 为了要儿子 我是姐姐 我还有一个妹妹 我还有一个弟弟 然后弟弟是最小 万千宠爱都 就会起在弟弟身上 对 所以你才十三四岁 才被父母接回到身边 对 我是四岁的时候 然后就扔在爷爷奶奶家 那弟弟跟谁呢 弟弟跟爸爸妈妈 妹妹跟谁呢 妹妹也跟爸爸妈妈 就唯独把你给甩出来了 对 四岁到十三岁的时候 可能我见了父母 大概有两三次的样子吧 就是我没有什么印象 在我的印象栏中 哎 你要不说这个事 我反倒觉得 我也替你这个个人经历 像你这第一个关键词 我就有点不甘心啊 是 其实我更多的不甘心 是我学习 其实我回到父母那块的时候 还好 但是我学习了几年以后呢 就是当时如果高考的话 是需要回到户口所在地考的 我转学的学费 大概那时候其实挺高的 一万五六块钱吧 父母是压枪上的工人嘛 一个月两个人不到一千块钱的工资 转学的这个一万多块钱也是借来的 这边又要照顾弟弟妹妹 马上要高考了 父母就说 如果是你要是考上来 家里可能也没有钱 去供你去读这个大学 变相地告诉我 就是可以到这为止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很不甘心 我不让你上了 对 你怨他们吗 怨 但是是那个时候怨 特别生气 也特别不理解 就是 就因为我是老大 所以我就应该被牺牲了 但是后来一点一点的 就已经 就妥协了 现在为止 我已经是为人母了 然后我就没有那么冤了 你现在家里几个孩子 一个 想要老二吗 不想 为啥 害怕他变成老大 对 真的吗 真的 其实这个事情 不论到什么时候 可能你每每想起来的时候 你都会有一些激动 因为在你的童年里头 就是缺了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对我的孩子 我会把我最好的爱 都给他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将来 要再有一个孩子的话 其实你可能会比你曾经 你的父母做得会更好 可能 这一点上倒没有必要 就是说抱守着自己的观念 是 那是不是因为学历这件事 在求职的过程当中 你会吃一些苦呢 所以你的第二个关键词 叫不怕苦 对 吃过哪些苦 当时有个亲戚在大连 然后我就去大连了 然后我的正式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饺子馆 服务员吗 对 但是很累 当时那个饭店呢 又是一个除了老板 老板娘就是老板家亲戚 外人就你一个 对 完了 还有两个 还有一个厨房子 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之间 从摘菜到上菜到洗盘 洗碗到收拾卫生 就只有吃饭的时候 是坐在凳子上的 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工作 一个月都要挣多少钱 八九百块钱吧 刚开始工作 你只能解决一个温饱问题 你要有公吃公住的地方 然后你才要考虑工作的问题 特别辛苦 但是又不敢跟父母讲呀 你跟父母 讲啊这又什么不能讲呢 不 你跟父母讲了 你要考虑他们会担心你 然后你要考虑 他们会把你抓回去 我好不容易出来的 我又不想回去 所以就不敢讲 真的是趴在被子里头偷偷地哭 那后来 为什么又去了别的这个食府 餐饮场所当领班了呢 饺子馆 这是我说实话 有点坚持不住了 特别累 有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一个事情 是我的一个老顾客 他经常上我们店去吃饭 他说可能要有一个新开的店 待遇会好一些 然后新招一些什么人 我觉得我想试试 他人挺好的 这是我真的很感谢他 然后他帮我跟老板说过了一下 同意了 我就辞职了到另外一个新开的店 真挺好 算是咱说的遇到贵人了啊 对 遇到一个贵人 那你去的那是到那就做领班吗 不是 我到那是做服务员的 然后我每天都是早一点去 晚一点走 我大概坚持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就想看看这些领班们都在干什么 这些主管们都在干什么 想偷偷地学 对 然后我就大概有一年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我就升领班了 他算管理岗了 管理岗 是吧 对 没错 因为他要去带领着下面的服务员 一起帮他们去开晨会 然后帮他们去总结 去分配他们的任务 所以这已经算是管理岗了 明白了 这个客宿解决 对你们有业绩的影响是吧 有 你现场给我们来露两手呗 咱们假定一个场景 这一桌人孩子特别多 家庭聚会啊 带着孩子 特别闹 那一桌呢 就相对安静一些 就觉得这一桌吵到自己了 这桌感觉被吵的客人跟你投诉 这一半边 是那个安静的 那一半边 就是带着孩子特别吵的 大家同意吗 同意 服务员 你好 给那桌说一下 别吵吵 好吧 声音没想到您了是吧 当然了呀 保险先生 稍等一下我沟通一下好吗 好的去吧 您先稍等 这边这个小朋友是哪位家长带过来的呢 我带的 你好姐姐 这样那个小朋友在这玩得有点开心 然后的话咱们要不要给他换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玩呢 因为这边桌子什么的椅子都很多 然后我们给他换到另外一个场所可以吗 我没有看到哪里会安全我觉得还在我身边比较安全 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个楼上的场所 然后的话您可考虑一下吗 那他离我太远了我觉得更不安全 是吧 那这样因为现在是公众场合 我觉得建议小朋友还稍微小一点时候 然后呢也不要让他太大的跑动 我怕磕到他 拉过来 孩子嘛 孩子天性嘛 他不就是闹吗 服务员你要是说不了的话 我来我去跟他们说 我先生是这样的 那位先生 哪你这样打孩子的 你知道吗 你越打孩子孩子哭得越吵 你这样的话影响我们谈生意的知道吗 是孩子高兴了 玩高兴了 自己在这玩呢 希哥 我们出来吃个饭 你们这个声音太大了 我们吃他的吃个饭 你们吵到我们这边了 我觉得管不了 孩子太小 两位我们暂时不要吵了 因为就这样首先 服务员谁吵了 我不是说您吵 我是说怕两位吵起来 因为第一这是一个公共区域 我知道两位都是来消费的 大家都是为了高兴 然后我给您挑到一个安静的房间 给您升级到一个其他的房间 凭什么我们搬换桌子 凭什么他们不换 是他们吵到我们 我们守规矩的 谁说的饭店里不能吵 本身就是公共场合 对 大家出来也都知道它是一个公共场合 如果你们这边不想走 他们这边也不想走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中间加一个大一点的屏风 给您隔开 这样的话您考虑一下吗 好 我觉得到这基本可以了 谢谢 两桌可以分别地点评一下 他跟我说出准备给我换一安静屋的时候 我已经被舒服了 就我后面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说是可以 我觉得 好 这一桌呢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只是说 因为我们出来聊以后的话 如果真的是带着孩子的 首先考虑的就是孩子的安全性 其实如果提前做好这些部分的话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没有 只是说在这个应急的场合下去做这样的一个仓促的一个说法 我是接受不了的 欢欢 其实我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你觉得你作为中间的调节人 你有没有一些偏向 没有 但是我的感受是 其实你是挺在乎这边的感受的 你是身在站在这边去说服那边的 这是我的感受 你的感受不对 我们这边感受挺好的 因为本身只要把那一桌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这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他把精力放在那一桌上 其实是对的 因为你不需要安抚我们 欢欢 你看见了没有 即便是你曾经的老领班 但是今天在这儿也会遇到新问题 对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那里工作的一些点滴 快乐的 工作这几年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我也在这个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后期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老板给我们送去培训 就是更加职业的东西在里面 那你今天来找的这个培训经理人 具体是干什么呢 培训经理 我觉得这个培训内容可以是产品培训 也可以是一个内容培训 你做过吗 作为店长 我们的店长是全职店长 招聘 应聘 培训 员工的培训 然后组织员工的一些技能大赛 包括后期的一个年会什么的 都是我们在做 你今天的话 我们就是新员工入职 你来给我们做个新员工入职的培训 好不好 可以 好 来 大家好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 欢迎莫属的大家庭 刚才大家已经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了 那接下来我们会开启为期三天的一个培训计划 第一项叫一容一表 就是说我们作为服务行业 你是属于酒店的一个门面 然后我们也是一个酒店的活动的名片 所以一容一表这一块呢 是一个首要的一个标准 下面呢就是一组女生的这一个三次的培训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它是一个微微的钉子 这个钉子呢 它的口大于30度小于45度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左手和右手的四指是并拢的 我们的虎口的位置对好 这样站好 然后小手稍微往上一提 抬头挺胸 然后微笑 一般就是你好 欢迎光临 谢谢光临请慢走 站在这儿如果客人来了 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个迎声的 迎声就是你好 欢迎光临 在这个礼当中如果是男生的话 它是双脚与肩同宽 我们的右手抓着左手手腕 右手抓着左手的手腕 店长他们俩男的都不站起来 咱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动作好不好 女生是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钉子30到45度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手指是并拢的 虎口对折 然后稍微往上抬头 微笑 你好 欢迎光临 好的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陶希先生 帮我们调动这个舞台的气氛 谢谢陶老板 你也应该谢谢他 否则的话 你刚才的那个培训 就是稀稀拉拉的 是因为我当时没有融入到 我培训经理的这一个角色当中去 所以忽略了大家站起来 后期大家当然也主动 各位企业家主动来配合我 还是挺好的 很感谢 宋欢欢 看我身后大屏幕 来 我们聊聊情商 你的下属如果不喜欢你 你怎么做 他要分好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这个员工他是因为我的哪一项工作 可能指达命令他不是很理解 我可以 不管他是有意见还是有建议 我都可以跟他去沟通这个问题 然后想办法去给他解决掉 还有一种可能是 比如说他就是个老员工 或者是说跟我一起工作起来的 然后我升经理了 他很不开心 如果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我肯定会给他一些 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或者是难度更高的工作去给他 如果是这个人他就是躺平 然后我就是不服气 就是摆烂的这种 我会把他调到一个 不太重要的岗位 然后找到合适的机会把它换掉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没有原因 就只是不喜欢我这个人 我也做不到 让所有人都喜欢我 我只能是这样 抱歉 好 来 人力专家 除了这道职场情商题 其实是能看到 你在处理问题上 能够去根据不同的分类去思考 就是你的多元化的思维是有的 但实际上的话 在最后那个点上 因为你是管理者 你必须要思考的是 他是否会影响到工作 而并不是在乎他是否真正的喜欢我 就是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你要搞清楚 这里面欢欢我想给你个小建议 除了我们的培训岗以外 我建议你加一个销售 因为他与人沟通的能力比较好 但是在培训这一块儿 我很担心你今天 你的水平很难去达到一个 你期望那样的好的职位 好 好 来吧 面试进行到这儿 既然大家都留灯 请根据宋欢欢今天的面试表现 确认你们的选择 好 还剩三盏灯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先从刘世宇开始 我们是国立集团 是做这个文旅项目开发的 然后我们工作地点是在福建平潭 我们能提供给你最合适的岗位 就是还是干活你的老本行 因为我们是一个酒店建筑集群 然后里面会有大型的餐饮 酒店的宴会 工资带也就是6000包吃住 好 谢谢 群姐 谢谢 那么崔少少给到你的职位呢 是销管部助理 你薪水是5000家 工作地点在天津 好 谢谢 董文正 国益集团旗下的餐饮公司 给你的岗位是经理 工资是7500 负责是素 地点在天津集中 考虑一下宋欢欢 三选一 选出来的这家是你要放弃的 好 我们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来欢欢回到舞台上 来我们先从刘世宇开始 酒店餐馆的经理 下到培训 上到招商 中间到销售 其实是一贯制的 然后这边薪资6000 可以把孩子也带来 孩子也可以来我们这里住 好的 谢谢 国益集团是做教育产业投资的 餐饮公司主要依附于现在的 游学和研学基地 给你的岗位呢 是餐饮公司的经理负责 冀州基地的餐饮的运营和管理 对基地的 研学游学营的餐饮配套做延伸 董总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 在咱们公司上升的一个发展空间 是什么 那么餐饮公司上升的职位是总经理 餐饮公司上升的集团职位是副总裁 老董我想替学生问一个问题 你们会有对员工的侄女 会有教育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吗 正式职工在我们学校 都有一些政策性的扶植和一些内部员工待遇 给电视机前全国的观众朋友推荐一下 我们天津的冀州区 这个号称我们天津的厚花园 景色优美 当然了福建平潭也是非常美的地方 一个是四面群山环绕 一个是四面大海怀抱 你究竟是青山还是进水呢 来吧 在国为和国域之间选一个 计时开始 时间到 宋欢欢 你最后的选择是 国域计划 祝贺董文正 感谢刘诗宇 来 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加油站 谢谢 谢谢大老师 再见 两个企业对于我的专业比较对口 因为我现在进级也先进嘛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国域 职场中要养成好的机会 每天工作能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安排 第二点 设定每天的工作目标 并提前去制定计划和记录复盘 第三点 今日是今日币 不断的去提升工作效率 第四点 和领导和同事 能够保持良好的沟通 最后一点 主动的学习 不断的提升自己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拼2010 app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也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交聘前 词